兄弟们这两天的播放量实在太惨了 是我厉害了还是你们不爱我了呀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龙 今天呢我把我去年200多元买的羽绒服都穿上了啊 希望你们给我点个字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位重量级别的嘉宾啊 就是这哥们儿戴着眼镜一头自来卷啊 河北恒水人今年31岁优秀的美食领域创作者 半吨先生半吨先生的视频啊 是主要以做吃为主 厨房非常的大气敞亮 往往用的拍视频的食材啊都是非常的豪华啊 他的吃相也是非常的豪爽 当然他的食量也是非常的惊人啊 这个名字你就能看出来啊半吨先生 但是这哥们儿啊无论怎么吃啊都不是很胖啊 看着非常壮啊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半吨在这个平台的一个数据啊 现在拥有粉丝774万发布了24个视频啊 大家看到这里啊有新来的朋友可能会说了 哇塞这个做饭的太厉害了 发布了24个视频吸粉700多万 事实情况并不是这样啊 关注半吨的这些老粉丝老网友们都知道啊 前一段时间呢国家严打这个植物的铺张浪费啊 然后半吨呢被迫下架了自己的所有视频 就是在一个月之前的视频只留了两条就是普通的视频 然后休准了一段时间 上个月也就是9月份才刚刚开始回到正轨上来拍视频啊 有一些老粉丝朋友们可能会担心啊 说半吨下架了他自己那些特别牛的所有的视频啊 然后现在开始发这些普通做饭的视频 到底这些网友们还买不买账还看不看啊 当然的会有一点下滑 但是呢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片啊 这是前两天10月4号发布在平台的一个作品啊 目前播放653万啊 休整一段时间回来的半吨啊 在这个美食领域依旧是顶流佼佼佼着啊 播放量依然是非常非常的高啊 好的我们先言少续言归正传 半吨先生现在在平台拥有24个视频 我看了一下有两条视频是之前留下来的老视频 然后自从修整完以后更新出来的22条视频 也就是说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更新出来的22条视频 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这是我把半吨这一个月来更新出来的22条视频的所有播放量加在了一起 是等于2800多万次的播放 我们都知道半吨是原创但并不是独家 美食领域的收益也是非常高的 综合算下来啊 半吨的万次播放就是1万次的播放 大概能有50多元的收入啊 最少最少是50多元啊 我们就按照每万次50元来算的话 乘以它一个月更新出来22条视频 所有的播放量2800多万次的播放 视频的一个收益啊 别的我们也不算太多了 我们也算不出来 我们只算西瓜视频这个平台的一个收益啊 大概就是130多万 我们都知道这哥们也非常的不容易啊 他并不是一个专业的厨师 你看他们无论什么多好的食材到他那里就是大锅一卤啊 或者是小油一焦啊 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啊 有时候说自己也说并不好吃啊 还有就是经过了这么长时间努力 好不容易拍出了这么多优秀的作品 攒下了那么多粉丝 然后国家出了一个政策 没有办法下架了自己的所有的视频 反正道路坎坷 没有任何人是一帆风顺的 在取移的路上都要经历9981难 祝半吨以后的视频越来越好 家庭事业也越来越好 好的小伙伴们今天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下期视频如果有想看哪一个网红大V的一个收入 请把他的名字打在下方的评论区 下一期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学习 我亲爱的兄弟们记得给我点个赞 拜拜